欢迎大家收看汽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新车将受到新的能效标准的限制 章鱼首席威胁将数十亿能源投资转移到海外 印度尼西亚的税收增加引发了企业界的强烈抗议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埃隆、马斯克与一些特斯拉董事会成员一起吸毒 两名男子在西澳大利亚开车冲下悬崖后死亡 请大家收看 新车将受到新的能效标准的限制 澳洲ABC 澳大利亚政府计划引入法律 为该国销售的新车设立燃油效率标准 此举旨在减少排放并提高车辆的燃油效率 由于缺乏燃油标准 澳大利亚一直被批评成为低效车辆的青岛场所 新标准将适用于新的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 政府计划在一个月内就首选模型进行咨询 并于2024年上半年提出立法 预计标准将于2025年1月1日生效 澳大利亚电动汽车委员会对此举表示欢迎 称这将防止该国成为低效汽车的青岛场所 气候委员会也对此举表示赞赏 称它将帮助澳大利亚人应对生活成本压力并减少排放 章鱼首席威胁将数十亿能源投资转移到海外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能源公司Octopus警告称 电网连接延迟和规划拖延可能迫使该公司在海外投资数十亿英镑 首席执行官格雷格·杰克逊表示 如果英国想要促进国内投资就必须改革电力网络 连接到国家电网所需的时间长时间延迟 意味着Octopus需要等待十多年才能开发一些项目 杰克逊先生表示 当公司等待时 其投资很可能会流向海外 他告诉 每日电讯报 我们可以获得数十亿英镑的资本 我们希望在英国部署这些资本 但资本会流向可以部署的地方 目前在法国和德国建设大量基础设施 比在英国更容易 电网采用先到先得的连接系统 每个项目都会进行评估 无论其进展到何种程度 这导致了长时间的积压 包括来自已建立运营商的可行项目 印度尼西亚的税收增加 引发了企业界的强烈抗议 日经亚洲 一些印尼企业正将政府告上法庭 抗议最近的税收上调对各个行业的影响 从业总会和卡拉OK俱乐部到香烟和电子烟 这些举措是对印尼棕驴油 煤炭和镍等商品价格 在过去一年中暴跌导致的国内收入减少的回应 印尼政府试图通过提高国内税收 来实现2024年税收增长8%至2309.9万亿印尼顿 1507亿美元的目标 并为该国的社会保障预算提供资金 该预算已增长11%至496.8万亿印尼顿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埃隆、马斯克与一些特斯拉董事会成员一起吸毒 彭博社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特斯拉和SpaceX的现任和前任董事们都知道 埃隆、马斯克非法使用药物 目击者和知情人士表示 人们对马斯克的药物使用表示担忧 包括与董事会成员一起使用 此前 特斯拉董事会内部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 得到了特拉华州法官的裁决 马斯克的律师表示 这位企业家在SpaceX定期接受药物检测 从未失败过 两名男子在西澳大利亚开车冲下悬崖后死亡 澳洲ABC 两名男子在西澳大利亚中西部地区的一个偏远海滩上 一辆汽车驶下悬崖后死亡 另一人被送往医院 事故发生在周日凌晨 车辆从20到30米高的地方掉下来 紧急服务人员被呼叫到现场 一名20多岁的男子被送往医院 一份报告将被准备给验尸官 据报道 特斯拉前董事拉里 埃里森邀请埃隆 马斯克去夏威夷戒毒 雅虎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 马斯克被敦促进入康复中心 以解决他的药物问题 前特斯拉董事拉里 埃里森提出资助马斯克前往夏威夷 以戒除使用多种物质 包括摇头丸、LSD和绿岸铜 据称 马斯克的朋友们也建议他去康复中心 报道还称 马斯克消耗的药物数量如此之大 以至于给他的朋友和商业伙伴带来了压力 让他们也加入其中 澳大利亚发布了有利于推动电动汽车普及的污染规则首选方案 雅虎 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了一种新车辆排放标准的首选模型 随着该国逐渐实施鼓励电动汽车采用的规定 澳大利亚离实施这一规定越来越近 这项政策是去年由中左翼政府宣布的 该政府在2022年凭借气候改革的承诺赢得了权力 澳大利亚是唯一一个没有燃油效率标准的发达国家 根据能源部长克里斯报文的说法 政府希望从202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标准 到2050年将为汽车主节省1000亿澳元 650亿美元的燃料成本 交通是澳大利亚排放量最大的来源之一 通用汽车韩国公司计划在2024年推出四款新车型 其中包括两款电动汽车 彭博社 通用汽车的韩国分部计划在今年国内市场推出四款新车型 其中包括两款电动车 新车型将包括凯迪拉克、Lyric、雪佛兰、Ecronox、EV、凯迪拉克、XT4和雪佛兰、Colorado 凯迪拉克、Lyric和雪佛兰、Ecronox、EV将采用通用汽车的专用电动车平台 LTM平台进行生产 该公司旨在加强在竞争激烈的国内市场的存在 并计划于7月在首尔开设一个新的服务中心 通用汽车韩国分部去年销售额增长了77% 是自201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 你们的来自六度世界的观察员 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新闻吧 首先 澳大利亚政府计划引入燃油效率标准 以减少排放并提高车辆燃油效率 这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因为长期以来 澳大利亚一直被批评成低效车辆的青岛场所 这一举措受到了澳大利亚电动汽车委员会和气候委员会的欢迎和赞赏 他们认为这将有助于减少排放并应对生活成本压力 接下来是关于英国能源公司Octopus的消息 他们警告称 电网连接延迟和规划拖延 可能迫使他们将数十亿英镑的投资转移到海外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 因为如果英国无法改革电力网络 就很难吸引国内投资 Octopus首席执行官表示 公司可能会将投资流向法国和德国等国家 因为在那里建设基础设施更为容易 印尼的税收增加引发了企业界的强烈抗议 印尼政府希望通过提高国内税收来实现税收增长的目标 并为社会保障预算提供资金 然而 一些企业认为这对他们的业务造成了负面影响 并决定向政府提起诉讼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因为政府需要平衡税收增加和企业的利益 在科技界 有关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 马斯克吸毒的新闻引起了轩然大波 据报道 马斯克非法使用药物 并与特斯拉董事会成员一起使用 这引发了人们对他的药物问题 以及他是否适合继续担任特斯拉首席执行官的担忧 此外 还有两起事故的消息 一起发生在澳大利亚 两名男子在开车冲下悬崖后不幸丧生 另一起发生在韩国 通用汽车计划在2024年推出四款新车型 其中包括两款电动车 这些都是令人悲伤和令人关注的事件 总而言之 今天的新闻涵盖了各个领域 从环保到能源 从税收到科技 这些新闻反映了我们现代社会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我希望通过我的解读 让你们对这些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 那么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让我们一起探讨这些重要的话题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